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有孙卯子母寇 持有同为一组的左右符才能彼此相合 使用时左符在将右符在军 两符合一方能调兵前将 这便是汉语中符合一词的由来 也是历史上诞生最早的密码学 我们馆里收藏的这一件虎符 就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虎符 这件杜虎符是由青铜铺造 整体成一个虎形 在它的背上以错筋的方式 暂刻了九行四十个字的名文 这名文就好像一篇说明书 它讲了这件虎符如何使用 它体现了当时希望军队中的军人 像老虎一样勇敢 充满了探索的精神 从它身上的名文还可以体现出安国之信的信义思想 伴随无数英雄豪杰 见证了历史沧桑 王朝兴提的一个个手间 如今的虎符已不单是一种军事标志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它承载了先祖的智慧 在近期推出的大汉雄风版本中 万国觉醒与陕西历史博物馆深入合作 让象征着调令大军的国宝杜虎符 以建筑形式坐落于主城之中 见证全球1.4亿玩家在游戏中 号令千军万马 创造历史的精彩瞬间 万国觉醒全球历史文明联动计划 万国志 首站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杜虎符联动 期待让全世界的玩家 看见我们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底蕴 感受着穿越两千余年的华夏文明回响